今天是中秋廉假的第一天 外頭的天氣怎麼樣呢 北台灣現在已經出現陽光了 那麼南台灣的即時影像 從蓮池潭看起來好像有點陰陰的 不過沒有關係 這個到時候會波雲見日 就可以看到陽光了 今天西半部是偏熱的 天氣其實還不錯 外出一定要防晒 至於如果你要到山區的 記得帶傘 會有午後累陣雨的 來看一下中秋廉假的天氣 好 這幾天其實中秋節 那麼很多人都會賞月 不過今天恐怕有一些地方 賞月又碰點運氣 為什麼 因為微弱的東北風下來 你看這個是雷達回波圖的 這個預測圖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北部地區 是有一點水氣的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北小一帶宜蘭地區 就是因為東北風 再加上地形效應的影響 因此就會有一些水氣 那麼今天來講的話 迎風面東北部是有雨的 那麼中部沿海 其實你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晚上開始風會有一點大 不管是沿海跟平地 風都有點強 所以如果你要到沿海 像是東石 或者是嘉南地區的沿岸的話 今天風可能有點大 可以稍微戴點薄外套 好 禮拜天是中秋連假的生假日 好 主要是因為有東北季風南下 因此因風面你可以看到 雨勢就偏多 這個藍色的這一塊 基隆北海岸 東北角 還有北台灣 也會因為這一道東北季風的影響 高溫略降 北台灣大概會略降 一到兩度左右 原本可能是35度 但是可能在禮拜天這一天 會降為32 33度左右 那麼宜化地區 北海岸 東北角局部 有機會出現比較大的雨勢了 再來看大家很關心的 中秋賞月指數囉 剛剛有提到 北海岸 東北角 宜蘭跟花蓮 因為天氣的關係 雲量偏多 要在雲縫中找月亮 所以如果是以天氣風險 給的資料來看 以五個月亮 是能見度最佳的話 他們只給了一到兩顆月亮 也就是說真的要平點運氣 據屏東一帶 其實有三顆月亮 也就是說能見度還OK的 那麼最好最好 要去賞月的地方 可以去哪裡 金門 馬祖 大台北的七側 還有特別推薦的是哪裡 桃園以及台南地區 今天都有機會可以看到 皎洁明月 不過我要特別告訴大家 因為今天會有午後雷震雨 所以五後雷震雨的雲層 一飄散之後 大概就可以看到月亮了 而且像是整個西半部 賞月條件是最好的 桃園到台南是最OK的 再來推薦你們是到澎湖 或者是高雄地區 賞月指數也都偏高喔 我們從外星陰塗帶來關心 今天是受到東北風 微弱東北風的影響 因此迎風面略有雨勢 但是整個西半部基本上都是偏熱的 那麼各地的高溫部分 大概要告訴我們是 北台灣36度的高溫 中南部地區也大概是35度 東半部34度左右 那麼重要氣象局局部 針對了一些地方 發布了高溫資訊 包含像是橙色燈號的苗栗 今天已經是第二天 發布了橙色燈號 有機會連三天 可能會飆出36度的高溫 另外新北市 桃園 新竹 以及台南 高雄跟屏東 今天有機會飆出36度的高溫 而且幾乎紫外線的指數 都是破表的狀態 都是過量等級 也就是說外出大概是15分鐘 如果沒擦防曬的話 非常容易曬傷的 那麼又熱嘛 那在這個溫度的部分來看看 今天北台灣的高溫 大概是34度左右 那未來這幾天大概是31到33度 那為什麼禮拜日跟禮拜一這兩天 會突然下降呢 主要就是因為第一波的東北季風來報導 所以高溫略降大概是31到33度左右 那麼中台灣一旦呢 晴時多雲的好天氣 今天高溫來到34度 未來這幾天也大概是33到34度的高溫 南台灣 艷陽高照啊 一定要擦防曬 只不過會有午後雷陣雨 以現在這樣的均溫來看 大概是32到33度的高溫 東半部地區呢 因為受到微弱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有時候會飄飄雨 禮拜天這一天啊 雨勢恐怕還會更大 會下雨 所以溫度就會下降啦 未來這整個禮拜 大概是30到32度的高溫 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喔 今天如果要出門的話 記得喔 要帶傘 因為會有午後雷陣雨 那麼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也可以拿來遮陽啦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